有亮亮鴨翅 軟脆香煙的豬耳朵 還有鮮嫩的招牌鴨肉 要劈散發誘人光澤 聞起來帶點淡淡煙薰香 簡單料理卻能飄香飯袋 它的那個鴨腸很好吃 對 和中部的不太好 就是有甜甜的感覺 他們的滷味我之前來吃 我覺得都蠻有味道蠻好吃的 口口吃進的 都是老闆的心血解禁 仔細清洗拔去表面細毛 又迷迷的鴨子被放進大霧鍋中 另一頭也有大功臣 師傅啟動空中攬車 吊起大鍋子神秘嘉賓現身 爪子鴨翅豬耳朵 壯觀的入味腹部傾斜而下 師傅一個個正氣分類 等待竹酒同才爭執 經歷一上午的獨門慶乳 肥美鴨子又如貴妃出獄 皮膚散發水潤光澤 風雨體態全鄉誘人 經過涼風吹拂 緩解體熱還得剖開肚子 不能把它切開 那個煙才會跑進去 光是乳還不夠煙薰更能增增層次 透過下方鐵鍋的蒸汁 鴨肉跟著大家伙們 一起動盡爭香 接受第二階段改成畫面 兩階段製成改造的鴨子 還得經過專業做鴨手考驗 把各個部位分切成塊 有些幻化成滷味藥角 肉雞鮮嫩 皮膚帶香 有些則替冬粉天色 清爽過味的湯頭 飄著香油氣息 沾染鴨肉煙薰與韻 層次簡單 滋味多元 承載著第一代老闆的口味革命 爸爸跟媽媽 他們也是全台灣的鴨都吃脫脫了 都去試人家的口味 然後回來改良 一天做兩千多塊 到現在生意穩定了 那個過程都很辛酸的 再仔細看看二代老闆廖大哥 圓潤身形 帶點甘草風格的外型 沒錯 他是藝人 廖沛珍的哥哥 即使有個金馬女配角的妹妹 卻不需靠演藝圈人脈宣傳 誠懇實在的生意金 還傳給了三個漂亮女兒 尤其擅長國標舞的大女兒 更為家中事業放棄善良舞台 國小的時候就開始培養她跳國標舞 然後比賽成績也很優越 但是她就看到媽媽很辛苦 她就說休息啊 然後幫媽媽做事情 不捨爸媽太辛勞 女兒們放下學業 一個個回到家中幫忙 畢竟再美的夢 依舊比不上爸爸的一個笑容 很慶幸 我的女兒都很乖